欢迎大家来参加我的分享 今天我分享的主题叫做 如何吸引亚洲文化背景的开发者参与到开源 那么在今天内容开始之前 我先简单的做下自我介绍 我叫张静涛 现在是Apaq APSX项目的PMC 也是Kubernetes Ingress NGX项目的Mathina 同时我也是像Docker, Kent, Helm, Kubernetes等项目的Contributor 下面的话是我的Github 你也可以通过我的邮箱跟我取得联系 好的,那么我们来看一下今天的主要内容 今天的话我主要会从以下的三个方面来跟大家聊 首先我会为大家来介绍一下如何参与到开源 因为我们今天的主题当中是去聊 如何吸引亚洲文化背景的开发者参与到开源 那么无论是什么样的文化背景 那么参与到开源它其实都是相同的 或者说它都是基本类似的 所以在第一个部分我会为大家介绍这个内容 在第二个部分我会以我个人的为例来介绍如何参与到开源项目 在第三个部分我也同样会以我个人为例来介绍如何吸引开发者参与到开源 OK 至于为什么是以我为例 稍后我在内容当中也会为大家介绍到 那么我们先进入到第一个部分 我们来看一下参与到开源的方式 其实在参与开源项目的时候并非仅仅只有代码 并不是说开源软件开源社区当中一定需要你进行这个代码 贡献并不是的 其实对于一个成功的开源社区或者说对于一个成功的开源软件或者一个成功的开源项目而言 并不仅仅是代码贡献 同样的我们在阿帕奇人质基金会的The Apache Way当中 我们也会看到它其实提倡的是Community Overcode 也就是说社区要优于代码的 那么如何能构建一个比较有生命力的社区 那么除去代码以外我们会发现包括去参与文档的贡献 比如说让我们的文档更加的友好 或者说让文档更容易让人理解让人读懂 这其实也是一种开源贡献 同样的在参与到开源项目的这个过程当中 我们会发现可能会有用户去提交一些医求 或者说你去提交一些医求 这些其实都是一些开源的贡献 因为本身来讲对于一个开源项目的维护者而言 他们日常需要做到的事情就包括需要去跟进医求 或者说需要去review一些PR之类的 那么当你去做了这些事情的时候 你就会发现你慢慢的在融入社区 慢慢的在减少这些项目的维护者们 他们的这个工作量 其实也是一种非常好的一件事情 此外呢我们还可以看到参与开源的这个过程里头 并不仅仅是说你需要围绕着这个代码仓库去做 并不仅仅是需要围绕代码仓库去做 你同样的可以去脱离这个代码仓库去做一些其他的事情 比如说对这个开源项目去进行一些技术步道 去让更多的人去了解到这个项目 或者说让更多的人去知道这个项目 知道这个社区 此外呢 还有包括去参加一些社区会议 在社区会议上面 我们通常情况下会去讨论一些 比如说这个项目它未来的一些规划 或者说这个是如何让这个项目变得更好 等等等等这些其实都是 都是我们在社区会议当中可能会去讨论的一些问题 同样的如果你在这种社区会议当中 去积极的发表一些自己的观点 去贡献一些有这些事情的建议 那么同样的这些都是去参与开源贡献 此外呢 还有比如说像在阿拉吉兰研基金会旗下的这些项目 会发现我们大多数的这些沟通 都是通过邮件列表的 所以呢 你在这个邮件列表当中去积极的参与到讨论 发表自己的看法 同样的 这也是开源贡献 当然 对于开源的这个贡献 除了我上面列到的以上的这些内容以外 其实还有很多很多其他的 我们在这里的话呢 就不再去列举了 但是呢 唯一核心的一个点就在于 Community Overcode 就是社区要比代码要更加的优先 当然 那在这里我们就需要去聊一下 到底什么是Community 或者说什么是开源社区 对于开源社区而言 我们一般情况下都是指开源软件社区 对吧 通常情况下 它都是围绕着一些开源软件 围绕着这些项目去构筑的这个社区 所以在这个情况下面 你会发现 这些社区的组成 他们都是由一群有着相同兴趣的人组成的 这里为什么我一定要强调 它并不只仅是说他们有相同的兴趣 而要强调到他们是有相同兴趣的人呢 就是因为构筑着这个开源社区 实际上呢 它都是由人来组成的 并且呢 在开源软件或者说在开源社区的这个运作过程当中 你会发现它会有很多很多的内容 它是跟人有关系的 当然这里头包括人的一些文化情绪 还有一些相关的内容 在后续的内容当中 我会为大家介绍到 此外呢 开源社区通常情况下 它都是一个分布式的社区 也就是说大家可能并不是像我们平时上班工作 可能会聚在一起 开源社区当中通常情况下都是分布式的 可能来自于全球各地的贡献者 都会去组成这样子一个开源社区 同时呢 开源社区它是一个相对来说比较自由的一个社区 为什么这里提到相对自由呢 就是因为在开源软件社区当中 它实际上并不仅仅是说你完全的自由 你需要遵守一定的这个行为准则 需要在一个大的大的这个框架之下 去进行你的这个相对自由的这么一个行为 此外呢 开源社区它也是一个开放的社区 它是公开在互联网当中的 任何人如果你对这个社区感兴趣 你都是可以去参与到这个社区当中的 只不过是有时候你可能在参与的这个过程当中 你会发现你对这个社区越来越喜欢 那么你可能慢慢的你会融入到这个社区当中 你会持续的停留在这个社区当中 当然有些人可能只是蜻蜓点水一下 对吧 他可能去尝试的去融入这个社区 但是他后面发现他并不是真的很喜欢这个社区 可能就离开了 这些其实都是OK的都是没有问题的 此外呢我们会发现对于这个开源社区而言 它是一个相对来说比较松散的一个组织 并没有像在公司当中 你可能会有一些KPI去束缚着你 对于开源社区而言 它并没有这样并没有这样子的一个指标 大家之所以能够让一个软件朝着某一个方向去走 那是因为大家达成了一个共识 对吧 它并不是一个强制的要求你一定要做什么事情 对 它是一个相对松散的 OK 那么聊完了我们参与开源的这些方式 以及什么是开源社区 那么接下来我们回到今天的这个重点内容当中 我们来看一下怎么样来吸引贡献者参与到开源 但同时呢 我在这个部分会以我个人为例来介绍如何参与到开源 那么首先我先来回答一个问题 为什么要以我个人为例 因为我们今天的内容实际上是如何吸引有亚洲文化背景的开发者来参与到开源 对吧 那么我就比较符合这个主题当中的有亚洲文化背景 对吧 我是一个中国人 其次呢 我是一个开发者 并且我还是一个活跃的开源软件贡献者 再有 我在开源社区当中其实存在的多种身份 比如说我既是一些软件的maintainer 一些开源项目的maintainer 同时呢 我也在社区当中除去进行一些代码贡献以外 我也在持续的去进行步道 我持续的在去写一些文章 组织一些mateup等等等等 所以我在社区当中有着多种的贡献身份 我并不仅仅是去贡献代码 我同样的去进行着像我在第一个部分当中所介绍的 除去代码贡献以外的其余的这种贡献 所以我觉得我个人还是一个比较典型的例子 OK 那么我来简单的介绍一下 我参与到开源的几个阶段 实际上呢 我参与开源的这个过程 如果从比较成熟的这个角度来看啊 因为之前我也给一些小的项目 或者说给一些项目 有提交过一些PR 有提交过一些贡献 但我并没有去真正的去融入到这些社区 那我真正的去融入到一些社区 比较典型的一些社区的话呢 我认为是主要有三个方面 一个部分是对于Docker社区 Docker社区 我其实是在2014年的时候 就开始接触和使用Docker了 而Docker它是在2013年的时候 它才成立的 对吧 才创办出来 OK 那么在我去参与到Docker社区的这个过程里头 你会发现 Docker社区 它其实有一个比较蓬勃的生命力 从它开始正式的开源出来 你会发现 它的这个增长是非常非常非常快的 甚至我们可以说 Docker的这个热度席卷了全球 同样的 在参与Docker社区的这个贡献的这个过程里头 我认识了很多Docker社区当中非常优秀的一些贡献者 同时呢 这个社区也是非常非常友好 非常非常友好 非常包容性非常强的 当然我在这里为什么要去以Docker社区为举例子呢 是因为我认为Docker社区和我接下来要提到的两个社区 它们都有一些比较典型的特点 比如说像Docker社区 它其实并没有捐赠给任何的基金会 它是由Docker公司 给予Docker这个软件去构筑的这么一个社区 对吧 它是一个 甚至我们可以基本上可以认为 它的背后实际上是有一家商业公司存在的 那么我在参与Docker社区的这个过程里头呢 到目前为止我在Docker的这个主仓库的这个贡献者排名是65 OK 这是目前的一个情况 那么接下来是Cubernetes社区 Cubernetes社区呢 在我一开始的个人介绍当中 我为大家介绍到了 我是Cubernetes Ingress NGX项目的一个maintener 对吧 那对于Cubernetes社区 同样的 这个社区目前我们可以看到 这个Cubernetes这个社区 甚至可以认为是一个 全球最大规模的一个开源社区之一 我们可以去看一下它这个slack的人数 你就会发现Cubernetes这个slack上面的这个人数 是非常非常多的 对十几万 OK 那么我在参与到Cubernetes社区当中 我们会发现Cubernetes社区它实际上呢 它是一个专给了CNCF这个软件基金会的 对吧 它和我们接下来要去介绍的这个 Apaq软件基金会 其实会有一些类似 对吧 但是它还不太一样 两个基金会会有一些 差异 那么我在参与Cubernetes社区当中的话呢 我一方面有去参与其中的一些子项目 以贡献者的身份去参与 另外一方面呢 我也去以Maintainer的身份去维护着一些项目 那在Cubernetes社区当中 我们会发现 算是一个 我就会算是一个 相对来说比较成熟的一个贡献者吧 对 OK 那最后是Apaq API6社区 对于Apaq API6社区 它有一些比较典型的特点 首先我们来看到 它是Apaq软件基金会下面的一个社区 对吧 所以它是捐赠给的基金会 它是一个比较中立的社区 此外呢 Apaq API6 它是一个从中国诞生的软件 对吧 它是从中国诞生的软件 所以我们去看Apaq API6这个社区 我们会发现 在这个社区当中 你会可以看到有大量的 来自亚洲的 或者说来自中国的开发者 去参与到这个社区当中 这也是一些比较典型 或者说比较不一样的地方 那么对于 对于这三个 我在这边介绍的这三个开源社区 他们之间的联系是什么 就是他们之间的联系是 他们都是开源社区 对吧 但他们之间的不同 就是分别是Doker社区 来自于背后有一家商业公司 然后Cubernetes社区呢 它是CNCF的一个软件基金会 而Apaq API6社区呢 它是Apaq软件基金会 对吧 OK 那么接下来 我来为大家介绍一下 我在参与到开源的时候 面临的一些问题 首先 对于一个中国人 或者说亚洲文化背景的人而言 参与开源时 面临的一个主要问题是 文化和语言上的差异 文化和语言上的差异 这是比较不一样的 OK 然后呢 那我们知道 在参与开源软件的 参与开源社区的时候 由于你需要和很多的外国开发者 去进行交流 那么我们需要去使用英文 去进行交流 那么文化和语言上面 这个差异是不可避免的 此外呢 就是时区上面的差异 我们知道 国内和海外的这个时区 它肯定是不一样的 并且呢 这个每一个开源项目 它的这个贡献者 贡献者们 也会分布在不同的时区 那么有可能 我们这边正好是晚上 而别的地方 它正好是白天 对吧 而在白天的时候 可能在这个海外 贡献者可能就 会更加的活跃一些 但是相比于 在我们这边的话 已经是半夜了 甚至是凌晨 对吧 此外呢 还有在参与开源的这个过程里头 你会发现 有一些 因为我们在一开始的时候 去介绍什么是开源社区 什么是community 对吧 然后我在这个过程里头 介绍到了 它实际上是有一群 有相同兴趣爱好的 人来组成的 那么对于 人来组成的这个社区 你就会发现 它会存在一个信任度的一个问题 如果说 大家是一些 比如说你在线下就已经认识的人 对吧 或者说你已经 在线下见过面了 有过 有过一些面对面的这么一个沟通 那么你就会发现 它的这个信任度相对来说 是会比较 比较容易建立的 但是我们在国内和海外的开发者之间的这个信任度 就是你想要融入这个社区的时候 你就会发现 这个信任度 它其实是一个比较长时间才能够去建立起来这个信任度 再有一方面 就是开发者体验 我们知道在国内的这个环境下面 我们的这个无论是网络问题啊 还是一些其他的问题 你就会发现这个开发者体验 它其实并不是那么的好 再有一方面 就是我们每个人去参与到这个开云项目的时候 实际上呢 你是需要有一些 个人的这个生活和这个参与社区之间的一个平衡 需要有这么一个平衡 OK 每个人其实都会有一些 有一些额外的事情 好的OK 那么我再来具体的介绍一下 文化 所谓的文化和语言上的差异 我们知道在开源社区当中 我们并不能 虽然在开源软件的这个社区当中 我们大多数情况下 可以直接去凭着这个代码去进行交流 对吧 因为我们都是围绕着 围绕着这个代码去进行的这个社区的构建 对吧 但是呢 我们会发现 你并不能仅仅的去凭借着这个代码去进行交流 你还需要有一些额外的内容 就比如说你的这个设计思路是什么 对吧 然后你为什么要这样去做 此外呢 还有比如说 沟通的时候 你需要去 可以通过这个沟通去建立一些信任感 而大家知道 在对于国内开发者而言 英语的这个沟通 有可能你的这个读写没有问题 但你的这个口语可能会有一些问题 对吧 而且沟通的时候呢 我们可以会存在这种线上线下的这个沟通 如果是线上的沟通的话 相对来说会比较好一点 但是一旦进行这种线上的 面对面 线上的这种会议的这种沟通的时候 你就会发现时区的这个差异 就会导致一个比较大的问题 对吧 然后你无法去选择一个对彼此双方都非常友好的一个时间 比较难 如果是两者还相对的好一点 但是如果是一个大规模的一个社区 或者说多个人想要一起去交流的时候 你就会发现比较难选择一个相对友好的时间 OK 再有一方面 就文化的差异实际上会造就一些不同的沟通方式 为什么这么说呢 是因为如果比如说我们在国内 大家跟一些国内的开发者去进行交流的时候 那你很可能会更愿意去比如说去约个视频 对吧 约个视频会议去聊一下 对吧 然后或者说我们去语音沟通一下 会比较方便 但是你会发现你跟对方的这个你跟海外开发者之间的这个文化差异 每个人会有一些不同的喜好 可能有些人他并不喜欢去进行这种视频的会议 或者说由于你的这个口语是有一些问题的 你可能修语去直接去进行这种视频的会议 对吧 然后这就会导致一些不同的沟通方式 而我而我们也知道不同的沟通方式 比如说你如果都是进行这种纯文本的这种沟通 那么他的这个性感或者说这个信任度实际上建立起来会比较 会比较会比较慢 对OK 再有一方面就是时区的差异 过早过晚的这种时间或者说这些会议的时间 太早或者太晚都会影响到我们这个参与的积极度 而如果你没有去参加这些会议 你就会发现你会在这些会议过程当中 实际上可能会产生大量的这些信息 那你可能会造成一些信息差 那如果说你因为没有去参加某一些会议 导致了你有一些信息差 那么你可能会发现 这个社区的人可能都在聊某一些事情 但你不知道 那你的这个参与感实际上就会逐步的降低 那进而会导致你的这个积极性会逐步的下降 再有一方面呢 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所谓的信任度 通过远程和异步的交流 刚才我也提到了信任度的建立是比较慢的 而这个信任度它实际上会直接影响到开源社区的参与开源社区的这个体验 就我来举一个比较简单的例子 就比如说 如果我在这个开源社区当中 我还是一个完全的信任 我还是一个完全的信任 那么有可能我再去提交一些 issue或者我提交一些PR 可能很长时间没有人响应 但如果说我跟大家已经建立了一个信任度 对吧 大家会默认说 你可能提交的这个issue它是有价值的 或者说你提交这个PR它是有价值的 那我可能很快的会去响应它 那么能否得到这个及时的一个积极的回应 那么也会直接影响到我们参与开源的这个体验 OK 下面呢 就是我刚才提到的所谓的这个开发者体验当中 比如说像这个 无论是CNCF也好 还是说在这个APAC人类基金会旗下也好 其实都会有一个专门的这种 社区的这么一个组织 对吧 然后会去 持续的去讨论 我们怎么样可以去发展一个比较蓬勃的社区 然后呢 那么此外呢 我刚才提到了 开源社区 更多的其实是围绕着一些具体的项目 或者说围绕着一些兴趣 这些其实都都会去影响着我们是否会可以持续的坚持这个贡献 再有一方面 就是在参与这个开源软件的或者说参与开源贡献的时候的这个成就感实际上也是应该包含在内的 就像我提到的刚才我在介绍我参与开源参与这个导客社区的时候 我提到了一点 我现在在导客的这个主仓库的排名是65 对吧 那这个为什么我要单独提一个 就是因为我认为它是一个可以体现我成就感的一个内容 对吧 然后呢 或者说像我们在参与APAC当中 我现在是一个PMC的一个成员 对吧 那么我也认为这是对我的一种激励 对 这可以让我获得这个成就感 是一种认同 是一种认可 对吧 还有呢 就比如说个人和生活和参与社区的这个平衡 熟悉我的小伙伴可能知道我是一个渔原生奶爸 对吧 OK 我还有我家有一个很小的一个小宝宝 OK 所以呢 我需要花一些时间去 陪伴孩子 但是呢 呃 在 除去 这些生活以外呢 我刚才也介绍到了 我在参与开源社区的时候呢 除了提交代码呀 PR review啊 一手的跟进呀 我还需要去 我还去做一些步道啊 文章啊 还有一些线上线下的 meetup 对吧 但是你会发现每个人的时间 它其实都是 都是都是一样的 对吧 都是公平的 那么在这个过程里头如何去平衡它两者呢 这里呢 我就需要去 说一下我的这个个人的经历 对于呃 我在这边呢 我以这个 Kubernetes Ingress NGX 这个社区为例子 这个社区当中 我们最早的这个社区会议 实际上是在这个凌晨一点 那对于我一个生活在中国的 人来讲 这个时间是非常的不友好的 对吧 是非常非常不友好的 凌晨一点 那么我要凌晨一点起来 呃 参与这个开源 参与这个社区会议 参与完社区会议之后 哎 然后 需要半个小时 或者到一个小时 那就到两点了 那么第二天起来 我还需要有工作 对吧 然后甚至呢 我还需要办起来给孩儿 换个尿布之类的 对吧 那么这个过程 实际上对我来讲 是非常不友好的 但是呢 呃 我也非常感谢 我们的这个社区 呃 我们专门 呃 呃 甚至可以说专门为了我吧 然后把这个时间 从凌晨一点 我们现在调整到了 这个晚上的11点 那这个时间 其实对我来讲 就非常友好了 对吧 11点 我已经把孩子给哄睡了 呃 然后我再去参加一下 这个社区的会议 然后开完之后到快到12点 然后我就去睡觉 对吧 这个时间是非常非常好的 对吧 OK 那么在这个过程里头 我就觉得 我是一个 有非常非常有参与感 对吧 并且呢 因为调整了这个时间 我可以更多的去参与到这个 会议的这个讨论过程当中 那么我们彼此之间的这个信任感 实际上是会逐步的建立的 并且我们比如说我们每次去参与 呃 去开这个会议的时候 我们都会去开摄像头 然后或者说聊一下最近的一些 呃 一些有意思的事情吧 类似这样子 其实这个信任度逐步的就培养起来了 OK 那接下来我还以个人为例 我来去介绍一下如何吸引开发者参与到开源 呃 为什么还是以我个人为例呢 因为首先 我还是我是有亚洲文化背景 对吧 然后呢 其次呢 我是开源项目的一些maintainer 对吧 那么我同时呢 我也去吸引或者指导了很多开源贡献者参与到我们的这些开源项目过程 项目当中 那么我在同样的 我在这边还是以几个大的方面 比如说在语言或者文化方面 通常情况下我们去会去提供多种的交流渠道 比如说我以这个 Apachi APS6为例 对吧 然后呢 那么我们提供了包括邮件列表啊 Github slack 等等等等这种 比相对来说比较官方的这种交流渠道 对吧 都使用英文去进行交流 那么除去这些以外呢 我们还去提供了一些 比如说像QQ啊 微信啊这些交流渠道 那么在这些交流渠道上面我们并不限制大家去使用英文还是使用中文或者用其他一些方式去进行交流 对吧 此外呢 我们会去持续的去鼓励贡献者去参与开运社区就比如说我们在这些slack 还有微信qq等这些群里这些交流渠道当中如果我们遇到了这些贡献者或者说有一些用户去提交一些问题那么我们会去给他一些解答 解答完之后呢我会鼓励他说你去github上面去提交一个issue对吧 然后这样子可以去方便其他人如果有遇到类似的问题那么也可以通过你的这个issue去得到一些有用的信息对吧 或者说如果你在这个使用的这个过程当中你发现文档上面有什么问题对吧 然后我也会去鼓励这些用户去晚上文档对吧等等等等这些方面那再有 呃所谓的这个包容和开放 对于包容开放而言他并不仅仅是说 这个我们在某一个项目当中去做而是在所有的开源社区当中包容和开放都是一个 都是一个必须的就是如果你想要去构筑一个开源社区那么包放包容和开放都是必不可少的 OK那么在我们去构筑这个 构筑这个apache ps6这个社区的时候 我们实际上是相对来说比较包容也比较开放的 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允许使用任何语言的这个交流 我们都会都会响应他并不会说呃因为你使用了中文我就不响应你或者说因为你使用了英文我就不响应你并不会 呃但是呢虽然是包容开放的并且我在刚开始为大家去介绍这个什么是community的这个过程里头 我也介绍到了它是一个相对自由的相对自由的一个团体 但是这里呢我们是有一些所谓的相对自由就是说你其实还是有规则的那么这个规则是什么呢就是我们的这个行为准则 任何违反这个行为总值的这些行为都会被指出和拒绝 比如说私情暴力之类的这些我们都会直接的去拒绝掉它 当然所谓的包容它并非是无条件的接纳所有并不是说你有这个想法你有这个反馈 呃我就一定要去接纳它对吧 我们可以去进行讨论我鼓励任何人去提出自己的想法 但是呢我们可以去一起进行讨论 如果我们什么时候达成了共识 OK那么我们就会去接纳它 但是如果我们达不成共识 那我可能会去拒绝它 所以呢我们也会积极的听取来自社区的这个反馈和建议 然后去进行一些优化和调整 就比如说呃我们的这个文档对吧 然后我们也会持续的去进行一些优化 还有比如说像我们的这种E2E 然后呢呃那有小伙伴反馈说我们的这个E2E呃 耗费的时间比较久 我们的这个CI时间比较久 那么我们也会去花时间 花精力去对它进行一些优化 这样子的话可以大大的去优化开发者的这个贡献体验 并不会像之前比如说提交了一个PR之后 你要等好几个小时之后这个CI才会有这个最终的结果 OK 呃此外呢就是去提供一些呃亚太区友好的这个会议的时间 呃就比如说像现在呃 API6提供了一些国内的会议对吧 然后这些会议的时间呢都是对国内非常友好的 就比如说像API6 Ingress这个项目 我们的这个社区会议双周的社区会议是周三的下午2点 而API6的这个社区会议的话 他选择在了呃周三的晚上8点 对呃 此外呢对于这种周期性的这种会议的 我建议是它是一个周期的 并且呢它需要有一个提前的通知 还有这个日程安排的这样一个会议 对 嗯 此外呢就是去积极的提供一些交流平台 比如说像slack 因为完全通过github去进行交流 不太现实 通过邮件列表完全的去进行交流 它其实也不是特别的现实 为什么呢 因为大家可能会去聊一些在技术内容之外的事情 对吧 技术内容之外的一些事情 那你放在github或者放在或者放在这个邮件列表里头 它其实都不是那么合适的 所以我们也希望有这么一些渠道 可以允许大家去聊一些大家感兴趣的 大家想聊的 那么包括线上的slack频道啊 或者说线下的这种metaup的这种活动 大家可以有机会去面对面的去进行交流 还有呢就是信任度的这个培养 所谓信任度培养 那么我们刚才提到了 整个的开源社区都是由人去组成的 那么如何能建立这种信任呢 一方面就是持续的去进行交流 持续的去进行交流 我们交流更多 然后我们可能会发现我们有一些相似点 或者说我们可以更清楚的了解到 对方他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想法 对吧 因为像之前我们可以看到 比如说像中文的维基百科当中 有一个做假的一件事情 对吧 那么其实他是利用了别人的这种信任度 但是如果说他没有去跟别人去培养 这样子一个信任度 那他这个做假行为 他实际上是完不成的 对吧 那么所以其实要让我们的这些贡献者 能够去愿意积极的去参与到开源社区当中 并且去持续的去进行这个贡献 那么我们就应该给他更多的这种交流 鼓励还有指导 因为很多人其实差的 他并不是没有能力去进行这些贡献 而是他迈不出去第一步 他并不知道要如何去进行这个贡献 有了第一次之后 也许后面就会更好一些 OK 那最后呢 就是关于成就感的这个部分 所谓的成就感呢 那么我们比如说在 Apache人间基金会旗下 我们可以看到 比如说普通的用户 然后contributor 还有committer PMC 然后等等等等 这样子的一个成长路线的一个 成长的一个路线 还有呢 比较活跃积极的这些贡献者 可以去提名committer PMC 这其实是对大家的一种肯定 也是对大家的一种荣耀 对吧 可以通过 类似这些方法去达 获得一些成就感 此外呢 在社区当中去持续的活跃呀 以及贡献呀 也会成为这个社区的KOL 对吧 然后可以得到社区的认可 当然就比如说像APSX当中 如果你成为一个APSX这个contributor 那么我们还会给他发放一个证书 对吧 由文明签发的一个APSX的这么一个证书 其实也算是一种给贡献者的一种成就感吧 当然还有包括比如说 在这个社区会议当中去鼓励大家去介绍自己 就比如说在APSX Ingress这个社区会议当中 我们的前面的前五分钟会去鼓励新加入的小伙伴去介绍一下自己 对 这其实都是一些让大家有提升成就感的这么一个方式 OK 以上呢 就是我今天主题的一些内容 非常感谢大家 谢谢 感谢大家